咬着笔杆学画画 14岁的沈静威 专注在美丽的颜色里 小时候的一场意外 导致沈静威全身瘫痪 生活无法自理 妈妈对她不放弃 细心照顾 也在志工的建议下 安排静威学习画画 而且我们也知道 我们就是台湾有一个谢昆山 师兄他也是因为一次意外 就是用嘴巴来画画 我们也是有给他的妈妈 这样的意见 至少让这个小朋友 觉得他还是有用的 那时候也是他的医生 鼓励要做一些东西 帮他卖这个他的画瓶 从他的医院 他已经帮他卖出去 有50多张 然后十五两 不够不可以啊 然后要拿这些去卖 身边围绕着爱与关怀 让静威的每一幅画 都有着美丽的故事 也影响了更多人付出爱心 台湾新闻旅家家 钟建敏马来西亚报道 那这些去取证 不法 这个 都不能安描 最后 我们把你 tricky 就是 好 能够 我们